網路紅人館長陳志翰 他跟健身房的會員 陷入了互告的風波 原來呢 他兩個禮拜前 在家裡自家的這個場館 被男會員拉住了 那這個男會員跟他說 你好壯哦 讓我摸一下嘛 結果一摸 大約摸了五分鐘 好囚哦 這在做SPA吧 推拿那麼多 這是推拿 館長不曉得感覺 結果呢 館長在網路上公開了這件事 希望大家要尊重別人的身體自主權 結果啊 這個狂粉反倒說要告他 館長呢 便找出監視器的畫面 限他限期道歉 如果沒有準備要對這個會員 開告跟求償 根據館長的說法 當天啊 這位男會員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臂 館長說 我當時是我的感覺就很壞了 但是呢 當下還是好生好氣的問對方說 請問你有什麼事嗎 結果對方的回答說 沒有啦 我就是來看你的啦 你好壯哦 讓我摸一下嘛 你就讓我摸一下嘛 結果館長這樣 就被消磨了五分鐘 他只能夠無奈的回答 最後說 夠了吧 你還有什麼事嗎 還有 當然有 想再摸 後來啊 館長把整件事公佈在網路上 如果館長說法是實在的 那麼這個男會員拉住館長手臂的當下 可以說他就已經違法了嗎 原則上面 當然我不是看診斷的意義 他拉他的手 如果是有事情要請問他的話 他一定有後續的一些自己動作 如果他是單純的問他 拉你下來新生有什麼事情 跟他溝通嘛 溝通的內容就是要摸他嘛 那其實館長這一段也實在是 他也公佈說他有同意 就是摸了五分鐘 讓他摸一下 所以這五分鐘基本上面 不會有所謂的違法的問題 至少這五分鐘 因為你是同意讓他摸 那不管是基於欣賞 還是基於粉絲的要求 不管他有理無理啦 既然你有同意讓他持續性 而且時間還要一段時間 那你沒有表示反抗的話 這段時間應該是OK的 只是後半段 後半段當他們發生衝突的那段 那個後面的那些細節 可能就有另外違法的問題 這個就是館長公佈的畫面 這就是館長 那這個就是摸他的那個人 讓館長感覺這個不太舒服這樣 那所以再請教一下馬律師 其實有時候我們真的對這樣的人 我們會好奇 的確像我們健身教練 一塊一塊的那些 當然我們遠遠的看覺得很漂亮 但是近看總會覺得 這個譬如說上面有一些油 或者是那個肌肉摸起來不曉得 那個是硬的還是那個形狀 我記得館長好像也有一些刺青在上面 有些人也是基於欣賞刺青去看說 你這個圖案我覺得蠻新奇的 或者是我想要參考看看 也有人這樣去做 所以那個摸會不會是我意思說 會不會是館長他自己意會錯誤 我覺得會去摸人家身體 基本上面他必須要很明確去表達說 我為什麼要摸 譬如說我是要看你那個紋路 對不對你是皮膚上面的那個刺青的紋路 還有你的這個肌肉練到什麼程度很硬 我也想練成那麼硬 那如果比較合理性的解釋就可以 可是像他那種沒有理由的 就是一直摸 如果你摸到一段時間 會讓人家覺得已經是有 往性的暗示方面去走了 因為基本上那沒有正當理由了 你沒有正當理由 你今天我們要看一樣的東西 一定是基於外觀或內在去做一個 好奇心去做一個欣賞 那如果今天沒有這些理由在這裡面的話 很可能就是你自於心裡面內部 我就是有一些髮血 我有一些心理上的缺陷 慾望 想要去用靠摸得到滿足 那如果這樣一個主觀的行為 可能就會慢慢進入了性騷擾的這個範疇 這分鐘真的太久了 太久了 那妳可以這樣進來 不是我可能光碰到我一秒鐘 我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這都是我的身體 男生是不可以碰觸女性的 那如果是女性對妳呢 女生對我 我就看它是什麼摸法 因為我之前念書的時候 是有一個女生叫我抱她 就她騎機車帶我回家 那我就想說女生都是可以 手牽手輕輕都沒問題 可是我抱她的時候 她是一隻手騎車 然後一隻手摳我的手心內側 這就怪了 就是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十隻緊扣可以 可是摳我內側我就不行 那妳有問她摳那個是什麼意思嗎 我不敢問欸 妳不要問她 因為我好看她把我 那妳就答應了嗎 她摳回去什麼 是嗎 對啊 不是 妳總要看是妳這什麼意思嗎 那我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這是很肯定的意思 妳是嗎 肯定對方對我的這樣的行為的意思 是嗎 當然是啊 對啊 因為妳不知道她摳什麼 就像人家給妳摳氣 妳就給她摳回去 不是什麼意思嗎 她會摳妳嘛 那妳不好意思問嘛 那妳一定會 妳就摳她嘛 她一定會說 妳幹嘛摳我 我就不敢再摳回去啊 然後我就把手伸回來 她就說這樣子很危險 她就又把我手抓回去 然後又邊摳 然後又邊騎很快 對 然後因為我是在大湖念書 就高雄縣 所以那個路程其實很遙遠 如果我中途下車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回家 所以我就這樣默默被她摳回家 默默 對 因為那時候我還小 我不知道怎麼去 賀子的這個事情 她說妳高中是不是 對 我高中 那她呢 她是我同學啊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高中同學 她是同姓 對 老實講我覺得我們人 對這樣練到這種身材的人 我們難免會好奇 對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那個其實是容易分辨 是 對 想說 這個館長 喔 身材夭壽 你怎麼練 可以摸一下嗎 看她多重嗎 對不對 會不會 一定是這樣摸一下 對 看有多硬 這邊摸一下 這邊摸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請教一下馬律師 因為館長本來說被摸也就算了 那可是這個事情的主要爭議 是這個會員 後來說她要退費 然後館長說 那我們就照合約讓你退啊 可是對方不高興地說 你生意這樣做的喔 為什麼沒有人來服務我 為什麼沒有教練來教我 結果據說這男會員是越鬧越大 進一步跟館內的員工有了推擠的爭議 那所以請教你 就他們現在兩邊要互告嘛 那這個可以告什麼 原則上如果今天消費糾紛的話 那當然是走定型化契約 他的服務條件裡面說 我退錢要扣多少的服務費 其實他們都有簽約 這種簽約 這個內政部有固定的版本 按照合約走的話 可以扣就是可以扣 那重點是到後來 他們因為發生糾紛在吵架 或者是推了一把 推了那一把到底有沒有傷 那是傷害的問題 那有沒有強制他 譬如說我強迫你離開 或強迫你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那就是另外一個刑法上面強制罪 大概就是這兩個部分 其實他都是名次上的生意 你剛剛講那個性騷擾能成立嗎 性騷擾我覺得啦 我有可能成立應該是在最後的階段 譬如說管黨說你夠了沒 如果因為他這句話 他還持續有摸 我覺得那段時間可以算 因為我已經表示不舒服 我已經告訴你說 你這樣夠了吧 今天不管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因為你是客戶 或者是你曾經是我的會員 我容忍度會高一點 但是當我發出那樣訊息的時候 已經是不OK 那假定成立他的行責是什麼 像這種非公開的部位的肢體接觸 是屬於這個告訴男人 而且他沒有刑事責任 他是罰責 他是用主管警官 對 只有名次責任 而且主管警官會裁罰他一些罰款 罰款而已 沒有刑事責任 那我們的性騷擾的部分 有刑事責任是碰到私密處 非公開的 譬如說胸 或者是屁股 或者是臀部 這個東西身體觸碰是有刑責的 其他公開部位 像管黨這個是公開的 公開部位不算有刑 像那個手臂是公開的 你碰到碰到這個 那如果他是基於有 有性的暗示的方面 這就是所謂的行政法的部分 了解